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年一度的铁马社员工旅游又来啦 上一次我们的员工旅游是西境武林加上塔塔加 或许会有观众想说 你们是不是每天都在员工旅游啊 其实不是啊 是因为我上一次影片拖很久才出来 然后跟这次的旅游卡很近 所以才会有这种假象 假象啊 这次原本要东境武林 结果遇上了官员地区大探方 道路没有通啊 不过没有关系 山不转路转 我们的热情依然不变 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改成休闲一点的 97850 两天版啊 也就是从新店经过北移 北进到武林 这条路线常常有人想要挑战人体的极限 就是一天把它搞定 虽然一天我可以拍到很多洒狗血 崩溃痴呆的画面 但是疫情期间已经这么痛苦了 加上道琼今天崩了一千多点 所以还是希望带给大家欢乐与希望的员工旅游啊 我们驱车从桃园来到新店捡运站 今天出席的一样是老班底 招牌的一姐谢都 很常上电时的爱登 我是最近几期 平凡上镜的爱登 装备很贵的帽老板 勇合金乘武 Dandy 我猜4万一 能屈能伸的队长 帅 拖把 特斯拉如果跌到600点就要all in的小鼠 最后是上次员工旅游的苦主 只有20秒画面的简书 今天的预报上午应该要是好天气 但是到了新店捷运站之后发现 啊怎么水雾飘渺啊 难道一开始就要变成潮南了吗 这时有个念头要不要干脆放弃 北宜从宜兰开始出发啊 躲个雨吧 愁躇了一会 大伙们还是决定从这边开始雨战啊 不愧是铁马色的精神啊 笑诶 走了 走了 这段多远 很近一下都到了 一个老张路而已 北宜公路全长46公里 中间有两个主要的爬坡段 现在所在的是第一段爬坡 从国使馆到海伦咖啡 全长12公里爬升500公尺 平均坡度4.1% 整座坡度平均向上没有什么难度 啊车友们就轻松起 慢慢归都可以到了 难的是一开始就要拉强度的同事们啊 减速有3秒了 4秒 你 我看得到功率吧 可以啦 可以啦 功率都超过300了 刚刚说稻穹大跌1000点 唯一会上涨的大概就是前面这一群Leg 叫作细筋园吧 哈哈哈哈 edited 對啦就是你們前面各位啊300瓦一直拉 給你們拍拍手啊 說好了前面和平的團進團出呢 男人 我只能乖乖的吸著看他們前面要演多久 就這樣一路噴P300瓦噴到海倫咖啡 欸不對這不是剛開始而已嗎空頭大屠殺嗎 唯唷還好後面的同事們頭腦還是很清楚 我都懷疑我是不是要去做個快篩 一定是腦霧才亂跟上去啊 還好上禮拜有踩了一個小時300瓦 當做練習還是有點差啦 幹要死了 那你就一直在後面 然後那個接聽就說發出聲音我覺得我騎太慢 那你不用踩 我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沒有覺得新車很好騎 沒有 新車重了兩公斤很帥 勇敢喔 今天休息一下是加油站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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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天氣也好了很多 不知道新店那邊是在下什麼雨的 終於可以把我的人肉空拍機重新架上去 讓我們一起享受一下北宜的下滑時光 其實嚴格說起來我還沒有從北騎到宜蘭過 頂多就是之前的環島和一日雙北 有從宜蘭方向騎回新店 所以現在的下滑就是之前的爬坡段 看不到我喔 等一下 CT就會不見了 因為CT變強了 真的 他也凸了 哈哈哈 然後就去眼裡 這麼一路滑到屏林短暫休息 所有的時間都精準的控制在這群高端分子當中 精準休息10分鐘 好 一面喔 兩面 這不是兩面 這是一面 哇 山盤現在有這個東西 好酷喔 看一下有沒有快篩 有沒有 沿路 第二段的爬坡 就是從平林一路到宜蘭的縣界 全程18公里 爬升只有440公尺 比第一段緩非常多 中間也有一段下滑 這個坡度 說真的非常的好騎 因此 北宜相較於北橫來說 簡直就是郊遊啊 另外 今天的北宜 可能是因為時間太早的關係 並沒有重機上去表演可怕的壓車秀 整路都非常的peace啊 估計是因為北部的天氣不好 又或是跑去南橫的台北橋路段湊熱鬧 這一段大家就收斂了很多乖乖騎車 原本我打算如果再拉就放掉不跟了 出來交有打打殺殺的成河體統 歡迎收看CT頻道 啊 啊 就這樣 伊朗 一路舒舒服服服的來到了宜蘭縣街 此時 宜蘭真的是天氣正好 整片蘭陽平原盡收原地 漂亮喔 第二隻有嗎 第二隻好像沒有 還有那野外露出的龜山島 簡單的合照 社團的作業算是先交了拆 接下來就下滑北宜的九彎十八館 哇 其實整段的下滑非常的美 或許我可以把這個畫面剪成一集 給大家來採台欣賞 在這疫情嚴峻的時刻躲在家裡許久 能夠出來騎車 享受速度感 感受微風 原跳山欄 已經是男人可貴啦 說著說著來到了底部 開場說過 這是一場有我一條過的97850 沒錯啊 我們的宜蘭平路沒有打算要騎啊 嘿嘿別打我 我們是有我們的理由啊 這次打算直接坐車到北京的爬坡段 才開始繼續我們的行程 因為每一次我們的員工旅遊 騎到民宿的時候都已經天黑了 而今天的民宿是在環山部落 我們想趁著天黑前去存取這座村莊 因此捷彎取職希望能趕在四點前到達 有冒安 我們現在要先去大橋 大橋上去以後就是去南山高麗菜園 齁 對嗎 對 自然牙口以後還要到五零 欸五零 五零還要去環山部落 自然牙口到五零我就是想要往 但是到五零以後是爬山高麗 本來想要去太平山的 結果被我回絕了 沒關係 沒有 想那個下山 下山太暈了 太暈了 下山也要一個小時 然後再開進去我們只能要兩三個小時 對 所以我怕我半路就直接突在車上 說好本來要下雨 這邊反而艷陽高照了起來 眾人叽叽巴巴補了防曬 這是隔離霜嗎 好濃喔 欸這好恐怖喔 我覺得你們有點誇張 不是你這個很濃耶 可以誇張 你怎麼會塗這麼多 從劉邁安出發到環山部落約五十公里 總計爬升約一千七百公尺 湊合著前面的北宜公路 欸今天的爬升量也是有來到兩千七百公尺喔 對啊 哈囉 登機場 欸 呃 出走一點點 欸 謝謝 哇 有西瓜田的風景 沿路的路線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 除非是第一次北京的車友 沿途經過了四季 穿越激光橋來到馬洛園部落 欸我講馬洛園部落或許你沒聽過 但是如果我跟你說是高麗菜園 那就能喚起你不好的回憶 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響起呢 這裡是一路筆直7-10%的坡度 浮搖直上 沒有半點風 配上中午熱到哭哭的太陽 簡直是火烤三重奏啊 可惜這些高麗菜看起來還沒有長大 不然通常我會買幾顆帶回家享用 前面是繼續噴到外太空的dandy 已經不在畫面裡面了 我則是掛著茂老闆的尾巴繼續前進 以前其實不覺得這裡的風景怎麼樣 這是在大片成長中的高麗菜田的點綴下 有一種穿越在山林田野中的感覺 讓我們再次透過人肉空拍器 體驗一下不同的菜園風光 就知道了 有種燃料 也能沒有要建議 也能有在山林田野中的感覺 還有一種燃料 也能有去紅色的酷子 那裡還有一種燃料 也能沒有要建議 還有一種燃料 也能為我們更加熱地 加熱火炭 也能為我們更加熱器 那些燃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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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暂的午餐时光结束 我们继续往思源崖口前进 这时候剪输的车居然后轮没有气 所以刚刚骑不动都是假的 还好我们的保姆车司机小猪霸火速更换 不愧是PRO级的补给 总是可以让大家安心上路 没有借口上车啊 OK那现在要继续往思源崖口 从南山出发到思源崖口 全长10公里爬升约456公尺 平均波度4.6% 波度很缓没有什么杀伤力 顺顺的骑就好了 诶我这样说是不是等一下又会有人说 我把北京讲得很简单 好像可以吃的 哦诶很差诶 我知道齁 猜一下125 125 对 诶有道理诶 感觉到 几个个人 要走 谢谢 诶 诶 约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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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拍來位的宣傳片 好啦 其實連續爬10公里 如果節奏沒有抓好的確會非常的累 還好我們就是一路一直聊天 一直尬聊 還一路跟Dandy和邁老闆從房市 古市 元宇宙都聊了一輪 我們在思源崖口的路上做了最深刻的知識交換 終於到思源崖口了 抵達思源崖口 這邊老樣子就是原物繞繞 記得上一次員工旅遊到這邊的時候飛了一段空拍 然後飛機就卡到樹上啦 最後呢 我找了爬樹專家來把它救了回來 沒錯 這台空拍機就是今天在高麗菜園為各位帶來精彩畫面的那台 如果有興趣看當初救援的影片 可以到我頻道找找喔 還有刷思源崖口PR的車友 思源崖口的兩點不是你的終點啊 結果我們聽到之後 急急忙忙又跑去了前面這個黃色看板 它才是這段的計時點終點 啊 被陰了 過分啊 過分啊 貓老闆來陰的啦 這還是太陰了啊 太快了啦 你這個太陰了 我成最後加點了 這裡才是計時點喔 驚人啊 今天也有其他的台北團來這邊騎北進屋裡 後續同事們也陸續抵達 有時候忽然會當機的艾登 這次又忽然騎到當機啦 去幫他 我們陪他休息 我們陪他休息 抽筋嗎 好啊 好啊 你去啊 你覺得我還有力去嗎 哈哈 你現在是美麗還是抽筋還是 你要不要先補個血糖 你要不要拿個東西 我去拿個 你要不要吃這個 喝個可樂還是什麼 他只想要這樣就給我 謝謝 你要不要走啊 不會不會不會 不要走 小事小事 小事小事 不要不要來 你要先吃個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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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下 你沒有膠了喔 欸還是你要洗膠 我有膠 都已經突然了 你要不要上車啦 沒有還假 很多年你經驗 我在車上 所以你沒有要下 你沒有要滑 我不要滑了啦 本來想說接下來 農屋大概也沒什麼風景 也有可能會下雨 要不要乾脆把車收一收 直接開到環山 跟部落呢 不過居然人肉空拍機 都帶來了 那不懷斷錄影一下 怎麼可以呢 農屋是可以拍到很棒的 阿凡達的Feel啊 於是呢 我們就和幾位夥伴們 一起踏上下滑之路 啊這種山雨欲來的感覺 伴隨著16度的溫度 老實說非常的舒服啊 不過一會 轉個彎 欸 居然波雲見日 藍天白雲的起來了吧 真的 也差了太多了吧 這樣又可以 給大家帶來一段 不一樣的風情啊 肥虹太一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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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滑到武林農場的路口 本來想說要找找看雜貨店的獅子犬 不過似乎已經不在了 簡單的合照一下 趁著好天氣 我們趕快到環山部落 瞧瞧吧 好 要來騎到南山 環山部落啦 大家好 今天天氣難得的 我們應該算是蠻幸運的 來了三次 第一次呢 到這邊的時候已經六點了 然後在摩黑中前進 很少不是 第二次呢 微微飄雨 快被人死了 哪個 從武林農場入口出發 有一段三公里的爬坡 平均坡度5% 但是說真的 爬這段真的很想唱公主之歌啊 因爲第一次騎北京遇到好天氣 整個榮心大運 想到可以拍到好多畫面 就覺得很興奮 哇 至高點了 哇 我們現在的計劃是什麼啊 接著沿著三人下滑六公里 隱隱約約看到山谷的風貌美不勝收 看來能在天黑潛到環山部落走一趟 一趟就近喔 來到環山部落口的7 基本簡單集結 才剛下滑沒多久 大家就被這景色迷住了 哇 不要讓死了啦 救命啊 啊忘了 YES 你看這個真的是 沒要飛起來了 瘋狂拍照啊 我敢說我去展場拍修哥的照片 都沒有這一趟來得多啊 3 2 我是不是求生欲很強呢 好 來到了環山部落 四處看看 有教堂啊 有國小 這裡沒有刻意弄成觀光客的形狀 一切純樸自然 我想會來到這裡的外地客 大多是來爬旁邊的 芝加洋大山吧 順便測試一下這邊的網速 雖然說沒有5G訊號 但是可以雙跑300Mail 科技的進步不比大都市差啊 最後讓我們看一下空中的環山部落吧 這是個小小小小的寶寶 結束了環山部落拜訪行程 我們前往今天的民宿 施歌謠民宿 要達施歌謠民宿的時候 剛好快要日落 這邊的停車場 只能說這個民宿 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景點 這個view實在太浮誇啦 這個夕陽拍起來感覺太浮誇了 他有特斯拉的充電站 太厲害了 好在捨棄宜蘭那一大段 不然來到這裡天黑就沒菜了 這裡是今晚的房間 也是非常的浮誇 兩邊窗戶望出去就是極致自然的美景 雖然說房價不是很便宜啦 而讓我最意外的是 這邊居然5G訊號滿格 可以爽跑800咩 而且這邊的網路還是光鮮道斧 光鮮道斧 欸對不起啊 宅男的快樂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 對然今天砍掉了宜蘭的平路 但是爬升還是快3000 也是蠻累的 趕緊洗個澡 吃吃晚餐 民宿這邊準備了當地的山產 家常菜口味非常的不錯 晚餐結束之後 大家決定去逛一下小溪 順便看一下最近新聞很夯的 環山部落合掌春夜景 哇大家可以看到 環山部落的合掌春 運動後的恢復不能少 這次只有帶到酸茵桃汁 但是蛋白質的攝取不夠 好在超商裡面有賣小很多的豆漿 還有雞胸肉勉強可以補一下 隔天還有剩下一段的旅程 還是早早休息養精蓄銳 究竟明天有什麼不一樣的風情呢 就讓我們下回分享囉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記得按讚加訂閱喔 掰掰